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其實之前同大家都看過很多不同的落藥手法, 今集又有個新的方法, 在中國的廣西省紐州市有一個賽市場的攤販阿韋生, 在最近被男人在背後貼了一塊藥膏後突然不省人事, 件事在4月18號上午9點半發生。 你看到一張圖,有個黑色男人在賽市場跟攤販阿韋生聊天, 就說對方的腰有問題,跟著叫他坐在椅子上摸一摸腰, 跟著就開始推銷藥膏。 這段時間阿韋生表示頭暈, 怎知貼上藥膏後沒幾秒, 那個人就直接躺在地下, 其他的攤販馬馬上衝過來看看發生什麼事。 根據新聞所講,韋生就說, 他在這個賽市場做過小食攤十幾年了, 從來都沒見過這個穿黑衣的男人, 他說那個人是不是紐州人他都不知, 最開始他介紹自己在少林寺武術學院的, 建議他把小朋友送去學武, 就說武館在南寧,南寧都是廣西來的, 他說一開始不是很想跟他聊天的, 但對方就說他條腰可能有問題, 而他剛巧好了, 條腰真是有點不舒服, 就大家傾起上來啦。 現在他想了一想, 當時男人叫他坐在椅子上, 就說用氣功去治療, 然後在他條腰左右分別點了一下, 結果他覺得皮膚有點痛, 頭開始有點暈, 跟著男人就開始推銷他的高藥, 60元人民幣一塊, 貼上去之後他馬上沒有知覺, 過了幾十秒才醒的, 他覺得好奇怪, 不知為何會突然之間暈了醒了之後, 仍然覺得好頭暈, 他說睡了幾個小時才恢復正常呀。 另一個目擊的女攤犯就說, 他當時聽到葦先生的攤位有點吵, 就走過去看見到有一個陌生男人, 在戳著葦先生的人中, 這個葦先生才在昏迷入醒了, 這個男人也趁亂走了去, 大家都有幫手去報警, 事後葦先生就去醫院信聞, 但因為身體無不適就沒有去做檢查了, 他是打算這幾天去做一個深入的身體檢查。 而目前賣這個高藥的男人已經是被警方帶了回派出所, 這個高藥亦都是送去檢測, 這件事仍有待調查。 如果按照正常來說, 千萬不要被人在街外亂碰你, 其實之前也有說過, 他拿些高藥塗在手, 他自己塗在你那裡, 你吸收了之後是會暈的, 甚至是會聽完他講話, 整個人溫溫噹噹噹噹的, 他似乎是拿了提款卡去問他提款卡密碼幾多。 這個韋先生其實太過不小心了, 比較好彩的就是他在街市那裡, 街市有很多攤販, 其他攤販見到他突然之間攤了在那裡, 有個陌生人就馬上去救他, 如果不是後果不堪設想的。 因為看到是本身你倆的手, 然後暗了去條腰那裡, 他是覺得有點熱熱的, 你信不信會是氣功呢? 當然是不會是氣功啦, 熱熱的可能就是某一些藥物, 這樣燙燙的點了下去, 點完下去之後, 他開始有感覺了, 他再貼多一個藥物進去, 著藥膏高步, 然後他就暈軌了, 然後按的人中就叫醒他, 跟著就撻了提款卡或者是手機密碼之類的東西, 就轉走他的錢了, 所以一向我都是講一句的, 防人之心不可無, 害人之心不可有, 大家記住這兩句啦, 無論你去到哪都好, 小心一點, 始終都是對自己一個保障來的嘛, 其實這一類這樣的東西, 我都提過很多次的啦, 其實就是想大家可以知道這個世界有幾那麼醜惡, 不要那麼容易相信你身邊的人啦, 好了,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了嗎?